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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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同学好像在谈论自己 于是小美又回到屋子里 问大家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自己 所有人都支支吾吾的避开了她的问题 最后一个同学提一一起合个影 在照相机的闪光灯下 小美又一次穿越了 但是这次她出现的地方 既不是学校 也不是三十周年的聚会 而是来到了当初三周年聚会的房间 小美想着自己终于回到正常的时空了 本想松口气 跟大家聊聊刚才的奇遇 可是所有人都看不见她 无论她怎么叫喊都没有人回应 这时一道闪光亮了一下 小美想起她在来的路上 也有这么一道闪光 还没等她弄明白 两者有什么联系 自己又穿越到了三十周年聚会的现场 小美看见所有的老同学 都手持匕首和蜡烛 表情沉重 这让她有些害怕 一个同学安慰她不要怕 并告诉小美 她已经死了二十七年了 这也并不是什么同学会 而是大家为她召开的通灵会 原来小美在三周年聚会的那天晚上 死于一场爆炸事故 二十七年过去了 同学们从青年步入老年 可是大家对小美的思念却从未变淡 在他们毕业三十周年的日子 老同学们想到了用通灵的方式 和小美再聚一次 此时小美明白了 为什么她没有变老 也明白了 大强为什么没有履行和自己结婚的诺言 故事的最后 大强为小美带上了婚戒 让小美完成少年时的梦想 成为最美丽的新娘 小美也在所有人的祝福中 开心地离开了大家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介绍到这儿 喜欢我的亲 不要忘记关注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